我们乡博讲坛首次采用线上讲座的这样一个形式 非常荣幸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苏荣裕教授来为我们进行题为 商代青铜盘艺术技术与分歧共赏的这样一个讲座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平台的特殊性 在这里我就代表我们所有的参加讲座的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再一次的欢迎苏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宝贵的分享时间留给苏老师 我们有请 大家好 我是苏荣裕 非常想念湖南省博物馆 我们在那和几位同事已到工作了一段时间 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和纪念 我们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归集 虽然我们只研究了柜馆所藏的31件青铜器 但是我们尽量地去深刻发掘它们的内涵 所以三卷本的研究报告正在编辑之中 希望能早日出版 湖南省博物馆的青铜器的收藏 是非常具有重要特色的 内涵极其丰富 它的社会背景和意义 考古学的价值和艺术史的价值 还需要持续的发掘 此前的老前辈 像高先生 熊先生 傅先生等等 一批老先生都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给我们开创了一个基本的格局 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精细的研究 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段和一些新的观念 在一些新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来构架它 所以有一点不同的这样子的意见和见解 这样的工作还需要仅仅是个开始 还需要持续 新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 也希望能继续和你们一道努力 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曾经在湖南省博物馆讲过一次 关于方鼎的公开讲座 今天借着这个新的展览的机会 再谈一点我的一点新的研究 是关于青铜盘的 我现在呢给大家来共享我的PPT 然后呢 按照安排 好像讲座需要 要两个小时 我计划讲一个半小时 然后留下一个半小时呢 我们来 我们来讨论 或者说 对 大家 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道来做 一道来讨论 青铜盘呢 是青铜器中的一种 起源很早 现在也是我们的日常器具之一 盘 碑碗盘展 盘展 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离开的东西 但是青铜盘相当的特殊 这个特殊性 也是在今年 我在手里的过程中 才发现的 才认识到的 就是说 一个很特殊的 就结合我们 馆仓来说 我们馆仓的青铜盘 非常少 油 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 我们没有商代的 也没有西州的 就是青铜盘 是在商周时期 就是春秋之前 那个春秋 早期之前 是非常稀罕 稀有的 一种特殊器 特殊器类 这个气盘呢 按照说文解字来说 就是 它那个 是个木字旁 大概就是一个潜伏的 用语来接水的 这么一个 一个器具 没有 没法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包括现代的瓷海 和现代的中文的工具书里边 都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就是 潜伏的一种容器 但是这种容器呢 看似简单 实则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今天呢 我时间有限 我把精力集中在 关于讨论商代的青铜盘 我以为呢 这个演讲呢 还要对公众 所以呢 在这个题目里边加了一个共赏 既然今天都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同事 同行 我们就谈谈商代青铜盘的 艺术 技术和它的分期问题 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主题 既然只讨论商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商后期 我分别选了三件 比较代表性的盘 第一件盘呢 就是封面上边 这个 这个 左上角 这一件盘 墙盘 1976年 出土于 浮风 装白的一个轿舱里边 这个轿舱里边 一次发现了103件 我们湖南有非常多的轿舱 出土的器物也不少 体量很大 但是呢 每一次的数量并不多 只有几件 或者其中包含一些玉器 数量加起来会多一些 但是青铜器的数量并不多 但是 想到了齐州 就是州人的老家 在 在周园 往往会有大型的轿舱 一发现会受十件 青铜器 这是 墙盘是其中之一 这是西州的典型的 西州中器的青铜盘 大口 潜伏 有两个富尔 然后呢 下边是一个圈族 这是盘的 西州时候的固定的形式 这个盘里边有一个长篇的名文 这个名文呢 有280多个字 记载了从文王 武王 承王 康王 昭王 牧王 一直到公王 时候的一些历史事件 所以 这是一本史 一个史书 我们说上书只有几百字 这个大概相当于半部上书 把西州早期的历史 给我们排列下来 所以 他的文献价值很高 其次 这个盘 记载了这个 威史 这个 威这个家族 他是历代的史官 他记载了他几代的祖宗的故事 这个具体是一个部家族式的资料 盘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重要的史料 在记载的盘里边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盘口开得很大 他很容易来来来来来来看到 来记载这件事情 那关于名文和名文的功能作用 这个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讨论 名文是给谁看的 比如说 罗泰教授说是给鬼看的 等等 因为有些 胡 或者是右 符含声音 名文住在底下 其实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尤其是有一点修饰以后是这样 但是 毫无疑问 这个盘的价值 那个 他的文献价值非常之高 在西都的时候 这种盘 不是个少数 我们还知道 著名的散尸盘 国际子盘等等 伺候这种盘 他们当时的重要的功能 是为了记载或者是说铸造一些重要的名文 记载他们一些重要的事件 或者是歌功颂德 歌功颂德成分很大 因为他们的名文啊 那个经常会套化 那个格式是有一点像八国文一样 格式是比较固定的 当然这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来研究也可以讨论的名文 这不是今天所说的重点 我就是说西州时期 西州中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而在西州中期之前 他们的盘 对不起 和商量的盘 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件盘 就是这个左下角这件盘 这个是山西打击盗墓里边收交的一个盘 这个盘呢 这不是 这是上海博物馆征集会的盘 叫紫中江盘 他这个这件盘呢 和山西打击盗墓出头的一件进攻盘 异曲同工 这一件盘 大概是应该是春秋早期的盘 这个给金刚才的墙盘 又过了一百多年 将近两百年 这个这样的时间 这个盘里边 我们可以看外形跟它差不多 但是盘口有两只爬龙 两只爬龙里边 这个重要的装饰在盘的里边 盘的里边呢 有鱼 鲑 和鸟 而且这些鱼鲑和鸟 可以绕着 这个它里边都有一个 各自都有一个轴 可以绕着轴转动 所以也有名文 只有三十来个字 这个是一件银器 培价用的 但是这件器物呢 明显具有这个 就是说 不会那么庄重 如果里边有水的话 水动起来以后啊 会带动这些动物来转 所以呢 它很可能 是一件玩具 结合出头的进攻盘 山西呢 正在组织一个展览 这个很小的一个展览 一个展览 是我建议的一个特展 十几件器物 都是这种比较古怪 或者说有一点好玩 它所揭示的 可能我们过去都认为 这种些东西是礼器 其实可能轻重器还需要细分 这一类可能具有玩物 玩好的性质更大一些 另一件器物 是鼎鼎有名的 曾侯玉尊盘 这点盘呢 出自于曾侯以墓 照片呢 是在右下边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变得更加的花里 或者是说 达到了一个极致 爬龙上边 口言上边 这些透空的富士 是施拉法铸造的 达到了一个极致 这样子的极致精美的器物 而且比较重 有十几公斤 说要灌洗的时候 要做礼灌洗的时候 用它来接水 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可以的 它可能是一种 重要的身份象征 或者说财富的象征 而且和它配套的 和以前我们看到的 那种贺 和在商代时候 与它配合 或者那个西州早期 也是如此 和西州中期以后 跟它配合的是 一不同 增后一盘 增后一盘 配的是一件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对无论是 对我们所说的 这个组合 还是器物的功能 需要重新考虑 重新考虑 这是下半部分的内容 以后我们不再涉及 从此我们可以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盘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一类非常重要的器物 这是我研究它的一个动机 然后关于盘 因为盘 早期的盘造型很简单 那它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这是我版文的一些主题 我们可以从艺术 技术 这两个层面来看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进行分歧 可以去看它各个发展阶段的变化 我现在来给做这个 幻能片的这个方样 现在我们要来看 这个时空的框架 实际上是要一个解题 就是说我们古代的古史 从考古学所发 所揭示的 是从新石系时代开始 我这里边从开始的 只开始了这个陶寺文化 实际上这个会涉及到陶寺的以前 从陶寺之后是二里头文化 我们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里边最那个核心 当然是商和周 商我们因为本讲的内容 主是关于这个商代的 所以商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 我们分成早商中商和晚上 中商这个概念是最近20年才提出来的 以前我们确定了暗阳是晚上 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始 28年开始在爱阳的发掘里边 因为有甲骨 所以逐步的就确定了 这就是我们实际里边 因本记所记载的这个印须 这是确定了晚商 而晚上呢按照周术纪念 大概持续的时间是200多年 有的时候270多年 商确定了以后 新中国的考古是朝前继续追商的源头 所以很快在郑州发现了二厘岗时期的文化 把它确定为早商 那在二厘岗文化发现之后 很快又在这个在郁西在演示商城发现了二厘岛文化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的认识还是比较局限 把二厘岛文化认为商的早期 而郑州的商城文化认为是二厘岗的那个商代的中期 随着材料的不断的积累 特别是在郑州发现了商城 在演示也发现了商城 然后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确定 二厘岛文化是早于商代的文化 而二厘岛文化可以分成上下两层 上下两层又可以各自分为前后两期 确定了商文化的构架 但是二厘岛文化和英雄文化中间还有缺缓 所以在在讨论二厘岛文化时候 又分出北加庄企 那随着在殷墟发现了环北商城 这是明显于早于殷墟的这么一个城 根据学者的研究 很可能是盘耕千因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结合周边地区的这个发现 然后确定出了一个中商文化 这么一个商代的文化的构架就齐备了 对于晚上文化我们了解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有殷墟 有都城 有墓葬 有亡灵区 有手工业区 这个内容相当的充实 早上的文化因为在郑州的二厘 在郑州的二厘 郑州商城 这个发掘工作很困难 但是也陆陆续续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发现了城市 是工业作坊 也发现大型建筑遗址 二厘岛时期的文化是一个很扩散性的 这个牵扯了我们的空间 就是他一直发展到了盘龙城地区 甚至约过了长江 那个发展的武汉汉水流汉水河和长江交会的这个黄培盘龙城 甚至约过了长江 这是高志祺先生的很重要的学术贡献 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岳阳 岳阳同古山等等 都有一些这样的遗址的发现 而且在湖南发现了更重要的一批早于阴虚的青铜器 这是我们的新的研究里边 不断的逐步的辨识出来的一项成果 这个空间就逐步的这样的确立起来了 今天所讨论的盘比较遗憾 在长江流域只是在盘龙城有所发现 那而且主要是集中于在中原地区 就是以郑州和安阳这两个都城为基础的 但是它向北扩展的比较多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是盘 盘这种气形的来源在新17时候已经出现 那各种装饰也不断的也在不断的变化 这里边会涉及到我们的湖南的这个 这个立县的彭头山 这是一个距今大概八千年左右的遗址里边 而这个遗址里边发现了很多的这个 那个淘盘 这个淘盘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右上那个左上方的这个这个几件 器物的线图就是淘盘 我们可以看到口是个畅口的 所以它壁是个弧形 朝里边斜的底相对小一些 然后外边去装饰了有一些绳纹和戳次纹 在新17时代的中期就是在半坡养少文化 在西安半坡类型里边也发现了一些盘 这些盘呢形状比较复杂 有一些壁比较直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个左边右下头的这些 还有一些壁是朝外弧的这样子的一些盘 还有一些壁朝里边翻卷的 显然在养少文化阶段 青铜盘已经作为一种器具里边 有了一些比较多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到了这是 呃呃气形上的变化而外 还有装饰上的变化 这个装饰这种变化很突出的 就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神面 也出现了一些鱼的装饰 鱼和盘这种装饰 在不仅仅是盘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深的比较盆和灌 都是这种装饰就是说 青铜鱼这个鱼这种图案在这里边的装饰占了很大的比重 而且经过比如说石兴邦先生的研究 鱼文一些后期一些重要的抽象的几何文都来自于鱼文 在妙地沟那个养少文化妙地沟类型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到 呃 年代呢大概距今大概就是四千年四千二百年到一千九百年这么一个这么个阶段 具体的年代 其实还需要再继续的讨论 在陶寺遗址里边发现了一些大型的墓葬 这些墓葬里边出土了成套的陶器 彩绘陶器和彩绘木器 这些器物上里边都有彩绘 而且彩绘呢是竟然相当一致的盘龙 为什么是如此 我觉得可能艺术史家或者还有不同的解释 这个盘龙里边口里边总是叼了一个骨碎一样子的这样这样子这样子东西 这个是他们装饰的一个一个惯例 都基本上都一样 这些陶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彩绘 保存的相当的完好 他没有被使用过就是说没有使用磨损的痕迹 如果是这样的这个陶盘的那个烧制的温度火候不高 大概七八百到九百度 然后呢彩绘呢比较是那个比较厚 如果说使用的话对他的这个彩绘装饰是是影响比较大的 那他的含义就是他的功能是典型的是礼器 是用于培葬的礼器 所以我们的理智系统是可以继续朝前上述的 在养上文化比如说马家妖文化的类型里 那个大量的彩绘里边这种痕迹也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我们把目藏出头的陶器和遗址 或者地层里边出的陶器相比的话 他的功能问题是可以有比较大的探索的空间的 我在这里边讲我没法跟大家互动 也看不到大家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那个请那个你们写给主持人 下边呢我们可以一一的讨论 好 那接着陶寺文化的时候就是进入了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呢发现于这个演示的二里头遗址 这个遗址规模很大 有城有墓地也发现了手工业区 二里头文化呢也分布到比如说湖北的那个 那个金南寺等等一些地方 在安徽河南的洛阳以及南部都有分布 那二里头文化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开始 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已经出现了一些装饰比较复杂的器物 三四期是他的文化是他的青铜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有器物类增加增多 但是那当时的那个青铜工业无论从规模来说 还是从那个那个体现在发现的体来说都相当的少 仅仅可以看作是一个开始阶段 但是商文化就不一样 商文化呢 其实二里头文化分成上层和下层 下层又分成前期后期 下层的前期的材料大概 现在看来和郑州和二里头文化的四期 这个年代是重合的 那个下层的二期的材料目前还看来比较少 但是到了二里港上层的第一期青铜文化出现了一个 薄星的局面 一批大型的青铜器 他的轿在郑州发现了轿场里边 有高达一米的那个青铜顶 重量到了几十公斤 所以二里港上层时候的青铜器 这种薄发的局面 还表现在一个表现在气的那个大型化 另一个表现在气的这个那个多样化 其中就是青铜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向阳回民视频场发现的轿场里边出头了13件 气舞其中就有一件青铜盘 就是我现在呈现给大家这个盘 这个盘呢出头是破了 那个没有修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式 第一个 敞口 第二个是壁是弧形的 然后出来 底下是微微的一个环底 然后底下出了接了一个圈组 这个圈组呢 上边是上半部分 那个对称的分布了三个透孔 这个透孔呢 并不规则 然后呢 下边部分呢 加厚 除过圈组的加厚而外 口言也加厚了 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唇 这一件我们目前认为年代比较早的 这个最早的这些青铜盘 你可以看到它并不是那种原始形态 特别是两处的加厚 所以我们有期待可以发现的更早的盘 三个透孔 其实它的功能和那个新世纪时代淘气的装饰功能是一样子的 是一种装饰 这种装饰呢 具有它的传统性和延续性 和注册工艺的关系并不大 但是为了使它成型 那里边的泥芯还要偷出个心头 给外边的饭接起来 所以工艺上其实并不是很省事 这样一件三个 这个圆形的盘 它的柱形是由三块饭来制造的 这是中国青铜器里边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圆形器 往往是三块饭 不管有没有文人士 当然后来会有一些 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呢 可能会增加饭 或者说里边欠了饭块 到了战国时期 春秋晚期 有一些青铜器 干脆就两块饭来来来来铸造了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变化 这样三块饭的组合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有圈组 有腹部要成要成型 所以外边有三块饭 而把这个胶柱的胶口 就直接开到了圈组上 所以圈组的设置 跟那个工艺 到底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可能还需要系统的调查 圈组器以后才知道 台湾的万家宝先生 这是后来李济 他原先跟我一样学机械 后来李济先生就邀请他来 去研究这个 音虚出头的青铜器 他是仔细的去研究了 音虚出头的200多元青铜器以后 对他们的工艺技术 进行了系统的复原 这就是他复原的一件 盘的著作工艺 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因为那个二里港时候 那个向阳毁民食品厂 出头的盘情况是一致的 其实盘发现比较早的 是50年代在白家庄 发现的这么一件盘 这个盘呢年代上来说 比刚才我们看向阳食品厂 正好早一晚一个阶段 那一个是上层早期的 上层一期的 这一件可以排在上层二期 这个盘明显的腹部比较深一些 还有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 沿变比较宽 这个是早期盘的其中 其实一个比较大的特征 但是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件盘 没有眼儿 那是早期盘 因为盘出现早期还没有定型 处在一种摸索阶段 这一件盘就是定型的盘 然后呢腹部装饰了 这样子的文饰 这个文饰呢发掘报告 很多学者包括张长寿先生 他们认为都是 都是叫睽纹 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说我把它分解了一下 这个文饰呢是上海博物 这个 左下这个这个塌片呢 是上海博物馆做出来的 我把它从其中分解出来一个文饰呢 就是由右下这个文饰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木纹 它是一种轴对称的木纹 然后两方连续的构成了这个文饰带 这个文饰带的文献呢 整个文饰带呢是浮凸在上面的 相当一个楼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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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花带 然后贴在气候的表面 这是二厘港时期 典型的装饰类型 然后它的圈足并不高 这个圈足里圈足上面有三个十字型的通孔 跟刚才那一件孔是不一样子的 刚才那是一个不规则的 这个十字型的孔 这种孔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当然它具有一种美化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把它认为是垫片 或者是说专门设置的新称孔 那就逻辑上就不太讲得通 为什么要设置成这样的形状 所以它是一种装饰 而这种装饰在新世纪式的陶器里边已经有了 还有在圈足上面有一件设计了一个图悬文 这个图悬文正好把这些三个透孔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个艺术方面 就是形制方面的信息 它是这样子 从工艺上来看 我们恰恰在左下的这个塌片里边 这是上海博物馆做塌片里边高明的地方 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条线 这么一条线是什么呢 就是铸造的披风 这个披风呢是什么呢 是两块饭接在一块 两块饭接着拼合在一块总是有缝隙的 而青铜是一种那个比重很大的 它的比重比水要高八倍 所以它能渗入了各种各样的缝隙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小的气孔 上面的那个毛刺 就是细细的一些裂缝 铜都伸进去了 何况是两个饭接合的披风 当然有的披风非常的细 就是说到了零点几毫米这样子一个 但是毕竟还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披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周会有三个披风 所以它的柱形给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湾家堡教授的复原是一样子的 好 从这个披风我们可以读到什么 就是这个披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是在文石带上 这是商周青铜器里边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有些披风你仅仅在文石带里边能看到 其他地方看不到 并不是说其他地方铸造的时候不会形成披风 而且一定会形成披风 那是这些披风被打磨掉了 比较仔细的打磨掉了 青铜器是铸造了以后很硬 要把它打磨起来 在当时在没有没有钢制工具 比它更硬的钢制工具的情况下 用磨石这样仔细的打磨 因为气货很薄 就是一毫米多一点到两毫米 你不小心就会把它打破 所以打磨掉披风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这样子工作量呢 我们会在柱铜遗址里边 会发现所谓的铜锈面 就是打磨出来很细的那种粉 这种粉呢 可以混在地上 会发生化学反应 变成了铜锈 就是我们所见的碳酸铜 然后呢它的颜色是呈绿色的 会有铜锈面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 和我们可以估计的 或者说可以推想到 当时即使打磨下来的铜 也被回收利用了 就是跟那个金一样 那个金酱里边 会把地上扫了洗了 然后再把那个碎渣子再淘气出来 当时的工匠对铜 其实是同样的 这一点和我们所看到的 在美洲 在中东 在北非和欧洲 看到了铜铜遗址里边 是不一样子的 那些遗址里边 你经常会看到铜的颗粒 铜的碎片等等 在中国这个铜铜遗址里边 上周里边 你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铜铜器铸造 是花费了很多力气 要做饭做磨做饭 这个烘饭浇筑 而且铜后的处理 也是花费了大量的劳动的 所以铜铜器的珍贵 在当时是大量劳动的结晶 这个和这个什么 跟这个亚当斯密所说的 那个财富的那个观念 是一致的 在郑州发现了两座两个盘 然后呢 在黄培盘龙城也发现了两件盘 这两件盘呢 大的有一点不同 所以早先想 伯格里教授认为盘龙城 盘龙城同期跟郑州分不开 这两年我们的努力分开了一部分 那这种分开 它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是盘龙城时期已经开始自己铸造青铜器了 在哪里铸造的 还是一部分来自于郑州商城 一部分来自 因为郑州商城现在还给我们的面貌还不全 我也讨论过郑州商城的猪筒遗址 那些遗址非常的边缘化 根本不是核心的猪筒 那个猪筒做法 所以那个核心的猪筒做法不发现 我们很多的问题还没法去做深入讨论 所以这个青铜器研究 跟那个考古发现 紧密相连 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的比较清楚 有一些问题还期待着新的发现来解决 那那个盘龙城的那个青铜器里边也是如此 这里边出头了两件两件盘 都是在两件大墓里边 就是李家嘴的M1和M2 我们看到商代的这些盘 他们都出现在这样大墓里边 就是早期的 那中期的因为大墓没有发现 但晚期的也是如此 下边我们会讨论 这个盘呢和刚才的盘相比起来 它的腹部要浅一些 腹部呢弧度更大 然后圈足更高 而高圈足呢是后来我们知道的 商代中期南方青铜器里边很大的一个特色 它的来源 当然其实在新石器石头的一些容器里边 也有更高的圈足 所以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这种清楚的逻辑关系 但是这个现象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然后有一个很宽的折盐 这个盐呢是折的 通常后期的青铜折盐器我们认为有盖 因为这个折盐呢好加盖子 会盖的更加严密 这个器物呢当然这个现在口部的变形 可能是埋葬的那个时候的鸭的所导致的 原先也许是也许是比较平的 比较宽的折盐 这件宽折盐后来成为中商青铜器里边 中商青铜盘里边很重要一个特色 然后它的装饰比较简单 腹部只有三道折弦纹 而圈足下圈足呢 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向阳毁灭市面上的一样 也分成两段 上面一段呢 那个有三个很大的 不太规则的十字形的透空 下面一段呢 是朝外边折了一下 其实也加厚了一些 这个这一点跟刚才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青铜器的外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铜的 青铜的铸子披风 它的柱形呢 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万家宝复院的一样 是外边范是三分的 这样一个在这个披风 我们也是在器物的这个蚊带上面 尽管是图铸门 在蚊带上才能看到这样的披风 其他地方也是被仔细的打磨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披风 其实还不算很窄 那么那个打磨的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三块范 两块心变成了这个盘的柱形的一个结构 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个上面这个十字形的透孔 这个透孔呢 总是这个外边小里边大 这是那个商贷圈足器里边 商贷圈足圈足器里边一个基本的一个格局 它的含义就是说这个透孔那个形成是由圈足上面带出了心头来来来来来来铸造的 我们再看另一键 对这个75呢 我们做了一下那个 可以 其实75这个盘底可以看到三个垫片 这个三个垫片呢 下面我们会解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X光里边 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但是呢 我们翻过来看的话 它有三个捕块 这三个捕块的含义 很可能就是说 原先铸造的时候啊 这个铸造成 把这里边啊 铸造成一个长方的一个方块 然后 那个 呃 作为心头的设置 后来 把这个地方呢 补在一块的 这个是 呃 它的 所以这是早期单独铸造芯片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实力 盘虫里边刚才是M1 现在是M2 过去认为M2 比M1要要要要要早 但是从两件盘情况来看 也许相反 刚才那个M1那那件盘呢 可能更早一些 它没有文士 而这一件盘呢 可能 呃 要略晚 但是呢 他们两个年代呢 不会差的很大 它的盘的结构 即便是像类似的 呃 那个大厂口 然后遮掩 然后弧形的腐 腐壁 呃 下边是高圈族 上面有两道凸显纹 呃 高圈族上面有三个这样 扑孔的装饰 这一个器物明显的装饰了文士 这是和刚才的三条图像文是不一样子的 这个而且这个文士呢是早期的寿面文 有一条基冷 然后呢 有这样子的 可能有一点陈字形眼的一个前作 有一个鼻子 和这样子的观视 早期寿面文呢 大概我们现在只能辨识到这些这样东西 它的其他的地方不清楚 你说耳朵在哪里边 脚在哪里边 这个青铜器显然还不具备有脚的 这个真正的真正寿面文发展成完全 这个可能是在到中商阶段 在南方青铜器里边 比如说我们那个岳阳呃 出现的这种大方尊 那个大尊 呃 花蓉出的大尊 才到了这个阶段 那个那个那个寿面文才发 才发展成完全 在二厘港和盘龙城的时候 寿面文往往都是这样 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的 那个要素不是很全的 这个寿面文向两边的展开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 但是呢 在两个寿面文中间 接起了这一部分 这个中间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现在目前很不清楚 有的时候倒直过来 可能是个寿面 现在我们拿倒直过来以后呢 这个寿面 不是那么典型 和这一点呢 呃 当然是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也有差异的地方 也说明 说明 我们在这个时候还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五的铸造披风 这个披风呢 在文石带里面表现得非常之非常之清晰 而且一直延伸到口岩的下方 口岩下方这个披风比较宽 这个宽度呢 已经到了将近 已经到了两个毫米 所以 因为这么宽 所以就没法去打磨掉了 这个可能是因为范 发生了变形 错范所致 但是下半部分这个披风 还是 这些披风 还是被打磨掉了 就是说在当时 呃 这个操作还是相当的规范 规矩的 能打磨的地方 尽量都把它都都都都都把它打磨干干净 那么打磨的干净 从感官上当然固然好看 是不是 这个表面还要做别的处理 这是我们现在提出的新的问题 下面我们还会接着再讨论 然后 这个X光片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披风 所以 这个盘龙城的青铜那个盘 奠定 奠定了 这个二厘港上层盘的基本的格局 这个格局里边 我们还可以再另一件 这件器物呢 来历其实不是很清楚 是新政望京楼出土的 那个呃 没有没有查到它出土的材料 在新政新出版的新政望京楼报告里边 就给了一张照片 别的什么东西都都都没有 怎么出土的出自于哪里 这怎么样都不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去 确确的 我们可以给盘龙城的这个盘相比 它的结构文式等等是完全一致的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盘会发现 但是数量不过很多 因为这些盘都出在一些特别高等级的墓葬里边 和郑州商城这个黄皮盘龙城这两个商代重要的这个城市不同 在汉水的流域就是汉中盆地地的羊这个城固 城固有一个龙头镇里边有一块土地叫火疙瘩 就是一块高地 这个高地上呢先后发现了两匹青铜器的那个轿藏 出头的器物不少而且很有特点 其中就出现了 其中第一次出现了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深腹的盘 这个盘叫盘也行 叫盆也行 其实这两个只是一个腹部的一个深浅差别罢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盘呢也是一个有一个很宽的斜眼 腹部比较深 但是这个腹部腹部外边所示的纹带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那个两行圆圈纹 而且纹带上面圆圈的大小排列也不是很一致 但是基本上就在三条 用三条的偷弦纹里边这样排列起来 这里边还可以看到住着披风和披风相应的 是底下这个圈足圈子上面也有三个孔 这个三个孔当然形状更不一致 有这种三角形的也有这种这种方形的 也有一种一件凸显纹把它串起来 这样子的纹饰其实在盘龙城里边 盘龙城的一件垒上面 在河北高城台西的一件垒 以及安大略省 而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垒上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比较早期典型的早期的那个青铜系的纹饰 那可以找到成什么程度呢 我们刚才跟他跟刚才的青铜那个盘相比的话 也许他可以找到二零港时期 二零港时期的这样子的盘 我们目前现在就知道了那么六件 这六件盘呢已经有不同的形式 大概有可以分出三个类型 这三个类型里边都不多 所以他可能是盘的早期的形态 那早那个我们说了盘龙城的两件比较一致 他影响了后来这个就是中商时候的器物 中商这个我刚才说过了中商是一个这几年才确定的这么一个商代的这么一个阶段 他的典型的遗址就是中商是一个我们都知道 从按照英本记的记载 那个时候都城就是郑州商城已经不再作为都城了 那经过了几次的迁徙 整个这个中商也不到两百年时间就经过了五次的迁徙 所以平均下来迁徙的一个地方也不过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在这么一个短期阶段内 那铸铜工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怎么样 这个在都城里边这个其实是很很很很很很值得疑问的 当然现在也没有能确定都城一致 我们现在能确定呢是那个盘耿千音的算得了 现在认为是环北上城是盘耿千音的之所 那在环北发现了铸铜遗址 这个铸铜遗址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原始材料还正在整理 那其他的都城在哪里边他们的手工业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在盘龙城在郑州商城衰落的时候 在长江流域兴起了一个青铜文明 我们所能辨识出来一大批那个商 南方风格的商代青铜器都是在这个推定 在这个作坊里边生产的 这个作坊生产的器物分布的范围比较宽广 就是说它是一个发散性的 它的器物呢好像就是应该是买卖的 不是提供给皇家或者定固定贵族或者是来来的 所以它的器物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宽 我们所知道的三星堆很多的青铜器都是在这个地方来铸造的 其实在殷墟也是如此 这是殷墟五关村大墓出头的一件盘 这个盘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腹部比较深 折眼 然后呢有一个圈足 圈足那个直径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具有早上特点的 然后呢那个文石袋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它的府外边是有一个文石袋 是一个木文袋 比较细的线 文袋呢上边上下都有圆圈文作为它的便 中商青铜盘里边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就是说 把文强调了盘里边的装饰 为什么强调盘里边的装饰 我们不太理解 如果说这个盘是用来装水的 也许这种文石给那个水会有某种配合 这个有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到那个那个那个 养哨文化那些那些盆和盘那样的装饰 我们来看里边的装饰 里边呢中心呢装饰了一个窝纹 这个窝窝纹沙海博物馆把它叫 就是马长远先生把它叫火纹 说是那个像象征的烧火那个那个那样的形状 那从这个盘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中心是个窝纹 然后呢周边是三条鱼纹 这个鱼呢比较长 然后呢鳞也比较清楚 呃尾部也比较清楚 呃旗也比较清楚 上边呃那个右侧一个旗 左侧呃两个旗 朝一个方向相相当于鱼在朝同一个方向 绕着这个窝纹来流动 所以游动 所以这个窝纹解释成火纹可能就不那么切切 所以呃这样子的一个装饰是开了开始了中商的一个青铜盘的一个一个格局 下面我会展示这么一个格局呃展示那个相应的这样一个例证 需要说明的盘这个是呢这个这个他的出土的背景 这个是出土在武关村大墓旁边的一个墓里边 这个墓呢就是259号墓被倒的很严重 基本上给倒空了 然后呢这是残留了一件盘 从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盘的埋葬情况来说 这个墓应该很大 它的内含应该相当的丰富 可惜现在它现在变成了孤灵的一个孤正 可能还有另一个是像那个残留的是一件燕 那个燕呢现在还还保留着 这是一件那个中商的青铜器 然后埋藏在晚上的墓葬里 对晚上的墓葬里边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来可以看中商的 这是一件同样是在那个成故那个火搁大的 第二次教堂里面出土的一件器物 这个器物呢可以跟刚才就是武关村259号墓完全相比 它的盘的形式什么之类都一样 而且这个文式也接近 那个刚才是墓文这个是那个斜角的云文 刚才那个墓文上面有那个圆圈 有那个圆圈带子作为相边 这个没有 但是还有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圈奏上面的孔 已经变成横直的一个长方形孔 这些可能不是特别突出 我们来看里边 里边的文式里边就一个窝 一个窝文 而这个窝文周边是一个环形的圆圈文 它还没有余文 所以呢这件器物可能势必259号墓略早一些 所以我们把它可以认为是中商早期的一件器物 刚才那一件可以推到中商的早中期之教 这样的器物呢 其实目前材料来看 比较多的是出土在近山高原 在山西只有一件就是这个石楼桃花者 这个是当地的方言 可能就是桃花庄 桃花庄呢 在他们当地读为桃花指 这个发现了 在桃花指其实前后发现了很多的青能器 其中的一批是比较多 这一批多的里边有了这么一件盘 这件盘里边它的纹饰是那个是木纹 腹部是木纹 下面是寿面纹 这个寿面纹呢 其实也具有早期寿面纹的特征 眼睛 陈子型眼睛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其他的啊 这个鼻头我们看得清楚 其他的东西我们还看不清楚 它有身子 身子这个是应该是棋 这有官式 所以它还是文式 还是具有早期这种形态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折眼 斜的折眼 但是这一件器物的呢 它的出现了唇 这个方唇呢 比较厚一些 这个跟下面都有关系 然后腹部的纹饰 跟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 二百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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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须的259号目的完全一样 中间一个窝纹 上面三条鱼纹 而且这个鱼须呢 比较长 这是他们那个所共同的特点 所以这个文 这个 两个地方相差了 那么 一千多里 然后竟然如此相同的装饰 我们只能认为它没有共同的来源 这个共同的来源 但是呢 它没有它不同的地方 这个器物里边最大的不同 是 这个 这个口岩下 有三个小小的这种东西灌耳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完全不知道 功能 在功能上 是完全不知道 那要做这个小小的灌耳 在工艺上其实还是比较复杂 要在这里边在饭 在饭上开一个槽 然后里边下一个泥芯 这样子呢 才能铸造成功 所以工艺上这样的繁琐 当然应该有表现了它的功能上目的 那功能是怎么样 那个现在不现在不知道 但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来看 这是它的它的文是 它是文是的装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灌耳 这个灌耳 这个小小的灌耳 那当然不是说像后来的灌耳 可以可以拴提梁 那个拴绳子来提起它的 显然 显然不是 那可能会具有什么 把什么装饰 把在上面 会你可以 可以就是可以推向是如此 那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 过了黄河 从那个石楼过了黄河 黄河对面就是青剑县 青剑呢 是在沙安 在延安的西 那个东北 东北角的一个县 这个县呢 那个就 现在后来的时候 就生产生产青石板 所以那个青剑 但是青剑呢 发现了几批 比较重要的青铜器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批准器里边 有这么一个盘 这个盘的那个 那个文饰 造型跟刚才这个什么 这个石楼这一件完全一样 而且它的装饰 也是三条鱼 但是呢 这里边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它里边装饰了一个龟纹 这个龟 呃 由龟 来代替了刚才我们所看到 涡纹 这是很大一个变化 如果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龟 这个龟 龟的身体里边 身体是个圆形的 这里边呢 都是这么一个圆圈 也许 涡纹 和龟纹 中间有内在联系 那个涡纹 是龟纹的某种简化 这个都是可以推向的事实 这个气经过了很多的补坠 就是说这个气铸造的时候 有大量的这样的呃 产生了大量的交不足的那个 那个缺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补坠很多 呃 而且是集中出现的 这个地方有有有有有有 有两块 在补的补块上面还有补块 这个上面有三块 这个上面有三块 上面补坠的地方 你可以可以看到的交道 那铸造的批缝会把会打磨掉 那补的是那个补的地方 没法打磨 因为一打磨可能会漏掉 在在气铸的内壁里边 也会看到这么的成组成组的补块 这一条鱼 基本上这个前面前面部分 都是补块斩 所以在这文氏地方 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缺陷 而这个缺陷 那应该来说是比较致命的 按照现在的那个质量控制来说 这就是废品 废品嘛 当然就会被回炉 然后呢重新铸造 但是古代古人铸造一件器物不容易 所以他们会尽量的补 补来补去补来补去 所以有的器物呢 你会看到补十几回 十几个补块 十几个补块 几十个补块 而不会把它毁毁掉 这个这个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第一可以认为 当时铸造一家启通机不容易 所以能将就就将就 第二 我们也可以想象 这个器物不是实用的 住出来是用了埋葬的 既然不用它装饰什么之类的 那补一补那个又合法 所以这些工艺现象 可以对我们去考虑思考 它的功能是具有帮助的 在清建的早林坪 还出头了另一件器物 这件器物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规文 上面是斜角木纹 对不起 那个高权足 然后呢 有三条鱼这 所以 他们文是装饰上面 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高度的一致性 就表现在 他们的这个来源 是具有同源性的 然后 出土的中山的器物 目前我们搜集的就这么多 传世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传世那个 他的经历不太清楚了 那有些传世呢 还有一些说法 所以 把这几件有说法的呢 我们做一下讨论 第一个是北京 在北京呢 拣选了一件 这个拣选呢 是在北京的 古炉 古炉 对 德士门 德士门外的这个 惠品收费 收费 收购站 那个拣选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文士跟刚才 我们所说的那个 那个 精神高原的完全的一样 而装饰里边呢 也有一个龟 也有三条鱼 所以 他们是高度一致性的 出自一家作坊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鱼的造型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不全是林英文 会有这种随行线 然后呢 那个虚也不见了 仅仅是这样少量的差别 这样的差别呢 我们可以认为 这是工匠 不同时期他想求变的一个结果 那基本格局 他是没有变的 然后呢 是这一次展览里边 所说的这这么一件 是郭伯征集的 郭伯呢 把他认为是因虚一气 当然现在因虚一气呢 从现在新的研究来说 他就是就是属于这个环北期 应该属于那个重商的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造型 口言 这个折颜 然后这个这个方唇 这个斜角木纹 装饰高圈足 这个透孔 鱼和硅 这个是完全一样子 所以他们应该是同时代 在同座方所制作的器物 另一件 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就是安阳小团 这个232号墓 这是1936年 安阳最后一次发掘 不是第14次发掘 所发掘的这个五座墓 这五座墓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 它是在那个小团的建筑 建筑机制的下面 但是呢 这五座墓出的青筒机很精美 所以呢 当给当时的考古学家 包括李济先生 他们有很大的困惑 他们把这个排在殷墓的晚期 现在来看 无论从地层的结果 和从新的发现来说 特别是最近 在殷墓那个陶家英遗址里边 发现了一大批的这个墓葬 他属于这个属于典型的那个殷墓 环北期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盘的造型和文式来看 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龟文 鱼文 只是说 这个盘的鱼文 从三条变成六条 但是基本格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有些小小的变化就是圈族变得矮了一些 而圈族外边是三条 贤文的装饰 这种装饰的历史 其实也比较早 比如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盘龙城那个李家翠一号墓里边就是如此 另一年期五需要特别讨论的 是苹古刘家河这个墓葬 在苹古刘家河发现了一座商墓 这个商墓呢是农民发现的 后来他们做了一些清理 这个清理呢 这个墓葬里边竟然出土了两件盘 这个是比较稀 比较稀有的事情 一件盘是这样子的 给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小团 那个盘比较接近 圈族比较矮一些 中间一个龟文 龟文周围是有一圈窝纹 而鱼发生 鱼文 虽然是鱼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个旗变得比较大 尾变得比较那个比较长 那个鱼文不见了 而变成了这样子的装饰 这个是这一件盘 它应该是属于中商 比较晚期的一件 而跟它同时出的这么一件盘 比较有典型的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这个近省高原的鱼 那个装饰比较接近 有个龟文 龟文里边 这个上面是鱼文 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龟文 这个里边 是一个窝文 这一下子就把龟文和窝文中间的联系 可能拉近了 所以那些窝文可能就是龟的一种简化 符合化的一种象征 就跟后期我们讨论这个 这个那个鱼文 在阳少文化晚期的变化一样子 而鱼鱼文本身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从刚才那个那个鱼文 变成了这样子的鱼文装饰 鱼也变得肥 也变得宽和肥一些 而鱼头呢是比较清楚 这一件器物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这个盘口有两只鸟 鸟呢扶在两个柱子上 它这个修复的时候错了 根据那个发掘的回忆 这个鸟 两个鸟是顺向的 那修复的时候呢修复成一前一后 这个是它的问题 而这种鸟的装饰 用鸟的装饰 我们在郑州商城 就是在早商的中原地区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中商的南方有很多 比如说岳阳飞加河的这个这个尊 等等 那一批这个大口尊和泪 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鸟们的装饰 包括我们那个传出长沙出土的 收藏在巴黎鸡美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鸟扭盖 还有在新干大洋洲墓葬里边出土的一样东西 所以鸟的装饰 白格德教授其实已经指出来 鸟的装饰呢 可能是南方青龙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还有我们那个有鼎鼎大名的始尊 始尊那个柱形尊上面的那个那个扭盖 也是也是鸟型的 可能是是从其自己南方而南方传过来的 从这个气盘的造型来说 它是不是驻作里南方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是典型的中商时候产品 而且在上面装饰了鸟 这个我们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中商的那个盘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看晚上的 晚上的盘 呃其实造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是殷序富豪墓 只有殷序富豪墓一次出土了两件盘 那能出土两件盘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那个苹果刘家和这个上德拉穆桑 所以他出土了两件盘 那这都是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其实到了直到西州时期 能出土两件盘的好像只有哪里 只有儒家庄儒家庄的于伯墓和这个 呃金和墓地比较金墓和墓 这里边各出两件盘 其他的都是只能只能只只会有一件 这件盘呢圈足它的直径也比较小 圈足也比较高 这还保留了中商的时候的一些风格 因为富豪墓现在我们认为是殷序早期的 它也是比较宽的一个遮掩 也比较厚的这个唇 和殷序和中商时候强调器物内壁的装饰 像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路 在殷序时候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这殷序这个五号墓里边的853号盘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盘龙 这个盘龙的龙头都就是说非常之巨像 龙升这个那个那个团的比较那个那个 比较大占据了整个盘中心的核心位置 而那个盘壁的鱼会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里边加了鸟和兽这样子的装饰 所以这个和刚才我们所看可看到的 商中期的盘相比差异是很明显的 变化是很清楚的 所以爬是一个很好的用于分析那个断带和分期的 我这个只是一个尝试 我希望还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 那其实后边西周时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 特别是那个春秋以后处世的盘到底怎么个变化 我不知道 这一件盘是铸造有是富豪墓出头的另一件 是铸造有明文的 而明文铸造在哪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个盘龙 这个盘龙呢差不多是360度再加90度 就是450度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么个长度 上面呢装饰了是菱形纹饰 这是盘龙 而菱形纹饰旁边有这样子的TI的勾纹 这个勾纹通常是出现在斐龙上面的 而且但是在一批的兽纹里边会做这样子装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盘的内壁 内壁装饰什么呢 我们可以找到典型的 对不起 是那个鱼 鱼纹后边呢是一个鸟 而且这是一个长尾的鸟 鸟后边呢是一个兽 大概就是这么鱼鸟兽有这么三种 一个相互追逐的团 他整个满布了器物 把明文放在哪里 明文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富豪富豪这两个 这样子 这样是商代盘的一种的新的格局 这种格局呢出现是商代青铜器铸造高峰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在殷墟一开始 青铜器就达到了铸造就达到了高峰 而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青铜的艺术 有一点衰落的迹象 我的解释这也是研究了这个湖南 这个青铜器之后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那个在中商时候兴起的南方的青铜铸造 工匠具有高度的艺术创造性 但是呢他们对工艺的精致性 并那个不是那么看重 但造型的这个优美 云称和装饰的华丽 这是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武丁这个商代有名的帝王 上晚期有名帝王把这个四处征战 这个加工文有很多的记载 征战以后就把南方的作坊呢就毁了 然后把工匠就迁到了安阳 充实到南方的作坊里面去 这样子呢充实到那个那个那个 银须青铜作坊去 把这种创造的活力和他的很多的工艺技巧 就带到了这个银须造就了银须初期 青铜工业的那个极大的繁荣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解释 而且我已经给出了很多的证据 陆陆续续有一些文章的发表 在我们新出的这个湖南青铜器的这个 这个研究集里面也有相应的这样子的体现 那随着这些工匠慢慢的老去 这些而且他们跟当地的工匠的确 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随着工匠的老去那安阳青铜器 就逐渐的表现的变得没有活力 缺乏生气 这个解释从现象来说是自强 那这一件盘就是一个难一个商的 英雄早期青铜繁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例证 和这个盘对不起 和富豪木同时的在小团圆 还发现另一座木就是18毫木 这座木呢也规模不大 但是出头的器物很精 也出头这么一件盘 这个盘可以很刚才富豪木的盘完全的相比 我们一样同样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文饰 而且在腹部的文饰里边彻底的前后 这个只有鱼尾 而这个鱼尾呢彻底的去连成一个文带 这样子的装饰呢 是英雄初期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和这个相称的还有几件器物 这些器物呢来历不明 但是我们可以断定是出自英雄 因为它的装饰的风格和英雄是完全一样子 这个器物不仅仅是蛮装饰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这个文饰里边有填了有彩 这个彩呢经过分析是氧化亚童 氧化亚童和漆 调非常细的氧化亚童调进去装饰起来的 下面我们还会谈到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处理 这是器物的文饰 这个文饰里边全部是填了各种颜料的 这个颜料呢就是这么分析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那个金属颗粒 这个颗粒里边大多数是漆 这个颗粒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原先器物跟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器物是不一样子的 就是原先的青铜器入藏下面可能是色彩分成 跟我们的那个那个漆器同样的华丽 所以呢我曾经想过要跟那个贵官的那个聂飞女士 要来合作来讨论这样子的漆器和青铜器的相互的影响 目前还腾不住手来来做这个事情 这一件盘是藏在收藏在白鹤美术馆 就是日本的横滨的白鹤美术馆 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早具有早期青铜艺术的特征 那个装饰文饰极其华丽 是完全的满工的这样的文饰 而基础呢也是这么一个盘龙吻 盘龙吻有几层这样的文饰 除此之外在口言上也装饰了斜角的云吻 这个大家不陌生 在我们讨论中山青铜器的那个福布的文饰里边 大都是如此 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组六个的鸟文 这六个鸟的装饰是可以让我们想到那个苹果流驾河 那是两个 而那两个鸟文呢是站立是扶沃在柱子上 这里边呢就直接扶沃在口言上来装饰盘 使它变得非常华丽 这样子的例子呢只有两个 一个呢是刚才横滨美术馆这一间 另一间白鹤美术馆 另一间呢是收藏在这个旧金山亚洲艺术馆 这个艺术馆呢这个藏品是布伦戴琪先生的收藏 布伦戴琪先生呢曾经做过奥委会的主席 有非常重要的收藏 而且这些收藏呢现在基本上都在那个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 许杰先生就是个馆的馆长 这里面收藏了一间铝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呢 它中间是骨一纹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盘龙文不一样 然后呢也是鱼鸟这样子文史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中山青铜器的联系 这个联系即在这个方面也表现在盘口也有六只鸟 而且是顺向的这样子这样子的招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明文是住在这个硅子硅的旁 两侧的 这是一个把一个铝字拆开 住在这个器物上面的 这个是很容易是我们联想到那个富豪木出土的那么一间盘 所以青铜器这些联系 互相间的联系 是有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来体现出来的 青铜器的装饰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温岭 在在这个世界已经到池江南边到了欧江流域了 也出现了这么一件盘 这件盘呢大家对它断代那个讨论的 对断代有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并没有进行很深入的研究 那基本的特征呢是里边有一条盘龙 而且这个龙兽呢变成立雕的那个形式 立雕的龙这个突出起来 它的内壁像样的凹下 这个也具有那个中商时候这样子的工艺的痕迹和传统 到了安阳的中晚期 青铜盘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就是腹部里边的文饰慢慢的消逝 那个盘里边的文饰已经消逝 然后腹部这个这个平铺的平铺的文饰得以继续 这个是大司空303目出土的一件器物 另一件呢是比较晚期的比较典型的器物是牙指 叫牙指盘 牙指盘旗边里边已经没有什么装饰 外边也是这么一个这是一个鸟纹 鸟纹带的这样的装饰 就是说到了上代的中晚期突然发 上代晚期的那个中早段 早晚段突然发生了这么大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表现在原先把装饰的重点放在盘里边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价值观念 或者说一种艺术取向突然就消失了 变成了这样子 这样子的盘还有一件器物 就是这个国家博物馆那个1957年收藏的 1957年呢那个时候北京还有古董铺 这些器物呢就是那个国家博物馆 在那去构藏了一批器物 就是这样一件盘 这个盘呢是平眼后唇 然后有这样的寿面纹带 底下这个腹部呢是纹纹带 这个时候呢那个上面的透控已经不存在了 这边我想提醒的就是这一部分文是这种金黄色的 又不是底色这是气物的本色 红权东西才注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在这样的颜色下你所有的文是都看不成 不是很清楚 所以为了把文是做了清楚 这是这这两年我我我工作了一个一个 那个值得自豪的一个发明 就是那个当然不是我的发明 是以前他们的发明 我又找出了很多的例证 就是这里面有填文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填了很细的 这个折红色的材料 这样子的填料填这个折红色 比那个青铜器的金黄色 可以配成一个比较和谐的颜色 这里面呢是一型褐色的填料 所以那个整个除过文是里面的填料而外 是不是这个其他的地方也经过彩绘 跟漆漆一样 是变成了一个颜色分成的一个结构呢 这个需要大家要共同努力 因为七五经过这个前年的埋藏 它的锈石很多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 再加上发掘出来要清理清洗 要要修复拼对 然后等等这样的处理 可能残存的一些一些现象被破坏了 那这就要请求我们考古一线的朋友 去做那个考古要特别特别特别细心 把这些信息保留下来 我们刚才除过这种那个折色的这个褐色的 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那个珠色的这样子东西 是不是还有同样有蓝色的绿色东西在里面 就是说那个那个古代的青龙器 就来看入藏的时候可能是色彩斑斓的 这样子的在一个色彩斑斓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推想它的功能它的价值 和这个也许可以跟七七那个并行的进行讨论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工作会变成将来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是在晚上最后的一件是在晚上 出土的一件一件盘 这个盘呢给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那个 郭伯的和303出的盘差不多 这是晚上的基本的格局 他们那个七表和和全族和其他的青龙器一样 那个装饰在外 而内在的装饰已经变得取消 那到了西州时候 个别青盘青龙盘还有一些装饰里面的衣丰 那到了中到了西州中期 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墙盘一样 已经把盘作为青龙器明文的柱载体 历史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这里边今天我来做一点小节 就是盘在古代中国自新世纪时代开始 成为表现美的载体 即使成为称在精神内涵的尊贵的随葬品 就是青龙器 青龙盘不是随便去随葬于某些器物的 绘画装饰应当是与器型有关系 就是盘这种器型很容易去表现这个那个那个图样 青龙盘出现在那个早上时期 行简单三块饭飞行 但盘的身份一致尊贵 尽随葬在大型墓葬里边 中上阶段装饰重点聚焦在盘内 原物纹 桂纹和鱼尾纹固定搭配 风格的高度一致性和工艺的相同性 蕴含着产地的同源性 晚上早期更加强了盘内的装饰 但以盘龙纹代替了桂纹 桂纹中增加了鸟兽变得比较繁利 偶尔在其中著名文 个别的孔原装饰圆鸟 晚上中期开始盘内装饰曲简 晚期更甚 盘龙纹比例降低 盘内素面增加 西日早期盘比出现了双耳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知道 还没有看到那个商代的青铜盘 会具有耳的 所以耳可能是西周青铜器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中期开始主乡片门 晚期的一个取向为实用性 另一个取向为那个 像玩物的方向发展 那个极为奢侈 这个时候变成另一个话题 那个去年 我在清华大学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里边 我做了一个演讲 是关于那个金工盘的 那个演讲的题名叫 叫名字叫 贪心与将心 就是讲这个怎么极其功巧 来铸造那些玩物的一个话题 就是同样的就是说 我觉得同样思考就是我们古代青铜器 过去都认为这些东西这些锂器 这些容器都是锂器 而且他经常会在记载在 在治理时候的作为管理所使用的 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功能 或者说有别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现在所讨论的一个方向 我也希望与大家一块来 来共同来探讨类似的问题 好 感谢大家的关注 然后欢迎和大家一块来讨论 谢谢大家 我那个演讲就到此结束 然后也许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环节 好的 非常感谢苏老师今天上午 这么一个半小时的 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 辛苦苏老师了 那么刚刚在我们讲座 刚刚开始呢 我们湖南省 我跟他的认读呀 以及王者归来中国不待清口期 巡礼展览的策展人 李建平原馆长呢 也进入到了我们的分宜室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原馆给我们大家讲两句 等一把握住人还没有认 然后靠无厨 跟那靠无厨又要分开 原馆长呢 原馆您能听见吗 原馆您能听见吗 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 能听到 刚才我应存聆听了苏老师的讲座 受益灰浅 这个 暂时 我们大家以 乐乐的掌声 跟苏老师的精彩讲座 表着感谢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下面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 需要向苏老师请教 徐生 听得见吗 徐生 我能听见 原馆 我们这边能听见 应该是苏老师讲座 跟我们王者贵的中国古代 汽车机群里 大量的龙门动裁 遗憾的事情 由于疫情的问题 苏老师不得来 我们欣赏讲座 非常遗憾 以后还有机会 对 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非常感谢 您等我们管也 都是跟我们合作 对 非常感谢您 你们成长出了一批年轻的学者 我觉得 应该继续支持他们 来继续朝前做 好多都是您的学生 好多都是人 您既往的关心他们的成长 一定 关心我们的关心他们的划转 谢谢您 下面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 主持人 主持人 请教大家 解答 谢谢 好的 谢谢观看 谢谢 谢谢元馆 那么我们刚刚呢 已经把这个 会议室里头的全云体静音给解除了 所以请我们在会议室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 麻烦您保持我们背景的一个安静 同时有像 有问题想要向苏老师请教和交流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现在直接发言 有问题的观众可以点击这个会议室左下角的这个静音标志解除静音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发言 好的 您是 呗 你 快 你 你 可以 你 那就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展览的内容 我觉得极好 非常之好 只是可惜没有在疫情中没有时间去看 那今天实际上我这个演讲呢 也是给大家展示 我来看青铜器的角度 就是过去我们青铜器当然 首先获得的基本印象呢 是看图路 有一张照片 照片怎么样 然后呢 进而呢 想了解它的背景的话 我们去看青铜报告 那个考古报告 它出头的出头在什么地方 什么墓葬年代和同处的器物 有什么关系 那很少有图路或者是说报告 给比较全方位的展示一件青铜器 对于青铜盘 那我们现在可想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那需要看的地方确实很多 除过正面我们看到青铜器 它这个盘的基本结构而外 我们会从上朝下看 看它的口言到底怎么回事 可以看到底部 有什么的纹饰 府内壁有什么的纹饰 那个我们也会扣下来看 看那个盘上边的纹饰和那个里边都有什么的 那个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子的 它的柱形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它柱形的结构和纹饰结构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要回 我们也可以回看底部 底部有没有透孔 孔是什么形状的 形状的里外的大小关系怎么样 它的披缝在哪里边 盘口底岩 那个底岩上面的有没有胶口 以及盘的外底怎么样 所以通过一个全方位的看 它会给我们提出问题 那为什么盘底中央都会 盘底中央都会有这种硅纹 窝纹 它们是不是同时代的 它们同时代的共同的特征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从科学上来说是一种归纳法 这种归纳法就是我们去找出一个地域特征 或者是一个时代特征 青铜器生产是一个 在古代这个技术条件下 生产性是一个极其难度极高的 非常复杂的器物 过去呢有一些特殊器物的出现 大家都认为这是当地做的 那其实做一件青铜器和做十件青铜器 做一百件从技术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但是要掌握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从考古发现来看 那个铸造青铜器的遗址非常之少 而且都集中在都城和都市 古代的我们封国非常多 春秋时候 西州时候有明确记载的有20多个国家 那从明文记载的来看有几百个国家 这些国家都铸造青铜器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但是哪些国家能铸造青铜器 那个证据在哪里 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就构成了 为什么我们强调商代南方风格的青铜器 是出在同一个地域的原因 因为在另一个地方 要铸造这样的青铜器 掌握这样的技术 这个难度实在是很大 而且证据的要求会非常之多 所以青铜器 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楚比如说楚 楚现在还没有发现 像样的铸造青铜器的地域 那个做法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楚国的青铜器 无论是长沙出土的 易阳出土的 常德出土的 江陵 甚至河南出土的 它们具有相当大的共性 它们相当大的一致性 所以这些青铜器 是不是同一个来源 或者有几个来源 都是我们只探讨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 其实比青铜器 生产软微要简单的 比如说陶器 在云梦水湖地 这样秦墓里面出土的陶器 上面有那些 盖有名文是贤庭 来自于咸阳 就是当时秦的都城 那么远的距离 而这样子陶器会有这样大的流通 那青铜器就是我们值得考虑问题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前辈们所建立那些框架之下 结合考古学问题 我们可以对青铜器现在提出越来越多的新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当然是要靠对七五 仔细的观摩研究分析检测 那些确定一些现象 而这些现象它具有技术的 艺术的社会的各种含义 这样子呢 就能去打开一个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 好了 先说这儿 原心有一个问题 原心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关于魔作文和梵作文 从七五文史上 七五的诸造工艺上如何看得出 这是一个好问题 就是说青铜器上面有文史 这个文史怎么来的 当然是铸造出来的 而铸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铸造是最后落实的梵上 那这个文史是直接在梵上刻的呢 还是梵从膜上翻出来的 这个这样子的问题呢 叫万家宝先生在研究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两个概念 叫膜作文 如果说这个文史是在模子上做好的 然后把它翻在梵上来铸造出 在青铜器物上 这样子的文史叫磨作文 如果这个文史是在梵上直接刻的 铸造在器物上 这样子文史叫梵作文 然后那个这个万先生认为 那些突玄文 圆圈文 如果在模子上刻 要把它刻出成突出来的那个阳线 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认为这些文史是梵作文 但是要证明这个问题 其实相当不容易 梵上刻什么时候刻的 是干的刻的还是湿的刻的 多干的时候刻的 多湿的时候刻的 那他在梵发生变形的时候 会怎么样刻有怎样的痕迹 这些问题都是只有推测 而没有得到实证的 还有一类叫模范合作文 就是说一部分是在模子上做好 翻在饭上 然后有在饭上加工的 比如说底纹 我们所说的云类纹 通常过去 有被认为是在饭上做的 事实上 这两年在那个 发现的猪童作坊里边 出土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磨和饭 相当遗憾 在殷须发现的膜 非常之少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到 那个纹饰细腻的那个模子 但是比他晚的 在猴马作坊里边 所有的纹饰 都是这个在模子上来的 有专门的纹饰模 那个细腻的纹饰 你看跟头发丝一样 细腻的纹饰 也是在模子上坐着 然后翻出来的 这个现在看来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至于模子 是算 因为在猴马 我们发现那个精美的东西 那个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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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文字 文字模 那个 就是好的那个模范块 精美的都是模子 饭是经过了胶筑以后 对于这个文字迫害很大 所以呢 那些都不是饭 同样的 在猴马 在安阳 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模子 这个其实给我们提出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安阳 青铜器的生产的原始的模子 是什么样子 我一个学生叫李仲天 他马上要去芝加哥读博士 他在安阳 待了半年以后 去看肖明屯出土的这些子 这样的模范 特别是饭 因为文字都在饭上 而这些饭里边 还很难找到 在饭上加工文字的痕迹 所以 从目前情况来看 那个 那个谁 万先生所提出的饭作文 有多少 在什么程度下 都很难说 所以那个原先的问题说 怎么来 怎么来判别 其实是比较难 我们能做出了 直接的一个判别 是安阳青铜器上的明文 我们知道明文 通常是在心字里边 贴一块明文饭 所注出来的 这样子明文 这个明文呢 显然都是英文 但是呢 在一些器物上 比如说在孤 他的明文 往往在圈足的里边 是阳文 这些阳文 如果说你去跟英文相比的话 这些阳文的字的结构很松散 经常有错字 笔画呢 有时候也缺笔 我们可以认为 这些明文 可能是直接在 而且还有好多字是反的 可能是在心字上 直接刻出来 这是一个 可能能比较确定的 那个叫 叫叫叫 叫新作文 或者跟范作文 情况相类似的 那同样的 这个需要 需要仔细的 个案的研究 总的来说 模作文是比较规整的 因为他先要在模子上 做好 这样子可以审查 可以修改 可以做 合理不合适不合适 但范作文 一般来说 是一次性成功的 所以 他的文士的 对称性 那个规矩性 文献的流畅性 都比较差 这个问题 其实远远没有解决 原先这个问题 提得很好 我觉得还值得 继续探讨 还有别的问题吗 苏西先生您好 您好 我这里有个问题 向您请教 他在二十年以前 您和那个孙华先生 他就活着了 那个神秘的王国 在三星的文明的 说不理解 或解释 这本大作 那么究竟三星带 又有许多新的 重要的发展 请问您 在三星的文明的 新认识 有新的认识吧 谢谢 您还关注到 这本小作 这个作品呢 我前两天 其实当时 主要是三号坑的东西 我的基本估计 就是三星堆 这一次发现 这个六个坑里面 肯定会出一些 我们所没见过的东西 但是不会有 太叫石破天惊的 像三星堆 那个出发现的时候 出现那种东西 所以气候呢 重复度很高 大量是重复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一个所谓不同的 就是有一间那个垒 而这间垒呢 跟我们那个湖南出的 这个垒啊 相有相同之处 正好呢 这个垒呢 我跟 做过一个研究 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就是 我这两年 对三星堆的研究 有几篇 比较长的文章 这个文集正在 一教样子 我已经看过了 今年会 今年应该 大家会拿到手 我会寄给 这个博物馆 大家可以 可以看 可以批评 就是说三星堆的情况 非常的复杂 新的发现 能不能把三星堆的 这个文明 或者是说三星堆 那一批特殊器物的 源头找到 我觉得可能难度 还很大 这个工作呢 可能还需要 新的 其他地方的发现 来说明 三星堆的 我能说明的是 三星堆这些容器 就是跟商代的 联系比较密切的 特别是跟我们 湖南一大批器物 关系比较密切的 他们显然 是铸造于长江流域 然后流入三星堆 至于三星堆出头那些 比如说那些 那些人面 神面 人头像 那些神术 等等等等 我觉得 那是三星堆的主体 他的地方的 方国的地方文化 他的来源 来龙去脉 可能 非常的复杂 至少 我现在还没有 什么头绪 我也 跟您一样 也期待着 新材料的公布 或者说 能 做一些推进 除此之外 我在三星堆 工作的 前后 也有两个多月 我看过 上手 看了非常多的器物 三星堆器 的确非常的复杂 这个复杂性呢 在文基的这个拔里边 我做了一些讨论 比如说 三星堆的很多的 那个面向里边 那个在颈部 或者是在额头 开了孔 这个孔 显然是切割以后 再凿出来的 那什么样像的工具 能切割它 那现在我们知道 除过铸铁和钢尔外 是做不到这样 有的切痕 深到两毫米深 所以 那的确 就是说 三星堆里边 还有很多东西 那个我们未知的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当然 有待遇考古的发现 特别是 和三星堆相关的 异地的 你比如说 我们前不久 我们迷罗发现的 这样的一件器物 这也是 这个废一所思的 所以我跟朋友 包括这个高所长 开玩笑说 那没准 那很快会在你们 这个 在一阳啊 或者说越阳 会发现 类似于三星堆的 这样子大型的器物坑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 江西 甚至浙江 江苏 发现这样子东西 都是有 有可能的 所以中国考古 多少在地下 或者是怎么样在地下 这个确实 可以畅想 没有 没有界限 远远没有界限 所以 那个 您的那个 关键问题 我 其实我回答不了 但是 一些想法 就是 就是这么的想法 那个 可以说 说这么多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还有一个问题 是您请教 那个 之前 那个 我们湖南 本地学者 那个 向他说 先生 后来 熊基华先生 说 关注我们湖南地方 青东文化的一个 您也关注我们湖南地 青东文化的地方特色 可能有一个乡国 对吧 乡国 那么您 因为您等我们湖南地 青东的原因 就比较深 您因为湖南地 有特色的青东西 比较学来的同老 到底是哪里 就是当地 还是外来的 对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刚才在讲盘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 在 在 存在一个南方的作坊 这个作坊在哪里边 现在我们还 只能 只能猜想 现在还不能确定 从 向桃初教授 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他把 湘江流域 实际上 当然不限于 湘江流域 的考古学遗址 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梳理 我们说过 那个 那个青铜铸造 是在商代里边 那个大型的重工业 所以 他需要的经济基础 是不同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 商代的铸铜做坊 独在都城的一个中俄的缘故 就是这个都城 他有经济的 技术的这样的支撑 然后呢 可以持续的生产 那后来 武丁灭了这个 南方作坊 然后呢 把工匠 迁到了这个 应虚 造就了应虚的繁荣 这一点 我还继续坚持 但是 如您所说的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头脑的问题 头脑是一个 非常显著的 南方特色的 青铜艺术类型 这个在北京没有 无论是出头的地域 和表现的形式 都没有 那样重大的 它当然它不是乐器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艺术表现的青铜器 是一种表现的载体 我认为这个 当然是 都是南方做房子生产的 而且 还持续性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它的源头 目前可以上述到 这个 那个 新干大洋洲 可以 这基本上 可以算它的源头 但是呢 直接过渡到 比如说这个 湖南这批大头脑 还有中间 还有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还不太清楚 就是中型的这样子的一些头脑 比如说直径 这个高度 在四五十公分这样左右的 然后 而且 这是一批工匠 持续生产 这个工匠里边 可能还能分出 若干组别来 如果说 我们把 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可以认为是一个组的 去画的话 那至少 按照向桃州教授的分类 应该有若干个组 他们在持续的生产 也许这样子的生产呢 没有威胁和妨碍到 沙王朝 你铸造尊累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青铜礼器 沙王朝是很 是很在意的 所以不许 不许你铸造 那会 会毁掉这个做法 但是你如果说铸造 打脑 这个是跟他的文化 或者是什么 跟他的价值观 没有太大的冲突 所以他还允许继续铸造 这样子呢 就可能一直持续到 西周 西周时期 总之关于青铜脑的问题 还很多 那向教授做了非常多的 辛苦的这样子 苏理苏籍 形式类型的分析 这个功劳很大 但是很多这个问题 本事上的很多问题 可能需要将来的考古 发现来解决 如果说能在一个地方 发现铸造脑的做法 哪怕是几块饭和新 那可能对于探讨 这些问题的价值都很大 那是不是在湖南地区 现在不好说 我疫情前去美国 又在其他几个地方 小小博物馆 也发现了这个 我们南方式的 这个大型的青铜脑 所以这个问题 应该是一个悬在 那个心里边的一个大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 那个关注这种蛛丝马迹 来讨论 它的确这个脑 这个这样子的脑 和后来的中 关系很密切 这涉及到这个新的器物类型的出现 也涉及到地方性青铜器的生产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 那个其实像那个Bagley教授 他很清楚 他也不想 他也没讨论这个问题 的确现在这个头绪还不清楚 所以我没法去说更多 但是湖南的一些地方的青铜器的风格 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前年 我们在这个上海博物馆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里边 熊建华先生报告了一批 在淮化这个滋水流域 发现的青铜器 非常之重要 这个可能具有很浓厚的地方风格 我一直希望 包括一些青铜的兵器和装饰品 我一直希望他早点整理的发表 因为这是比较罕见的 那个能集中起来讨论的地方类型 而且不建于其他地方 这个这样子的特殊类型 可以认为是地方化的 这就和那个三一队 那样的人面像 那个人头像一样子的 那个基本上是 是那个地方 可以确定为地方化的东西 除此之外 是不是还有 那还需要 那个不断的去继续的 那个深入的去去去去去梳理 才行 就是说 其实我那个 当时你们在神馆在建设 库房搬到了这个 那个桐光尧 我有机会进了库房里面看 哎呀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还值得继续做 我也希望那个管理边的同志们 那个同仁们 去去不断的去去去收集和发掘 我肯定会尽全力 来来来来帮助大家一块来去去做 这个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好谢谢 谢谢您 还有一个问题 先来请教 那个 老一辈的那个学者 高知启先生 秦全清先生 叫古纳金的 就分为三类 一个是中原型的 一个是地方型的 一个是混合型的 那个 因为那个敏昂来 和那个人民文方典 你因为是说 哪类型的进入计 和中原地的风格影响大不大冷 这个是很深入的问题 关于就是说 偏原地带的青铜器 那不仅仅是我们湖南 比如说在辽西 在河西阻栏 在这个 这个长江下游 通常都把青铜器分成两种 一种是外传来的 一种是本地的 另一种是混合的 当然因为湖南青铜器 非常之显著 显著 在中原 在外国收藏了也很多 所以这个讨论呢 湖南青铜器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那高先生 熊先生 还有那个何先生 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很正常 也很可以理解 其实也有很多的学者所符合 比如说马成元先生 周雅先生 马金鸿先生等等 我觉得 基本上来说 这个不成为问题 其实就是说在文明 就是总有中心 或者是说生产 总有核心地域 就是说相当于汽车生产一样 有总设计 总装 也有各个部件的生产 等等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现象 不仅仅是中国如此 在两核率 欧洲其他都是如此 问题是 地方是怎么来兴起来 就是说我们说 中国青铜器 这样差不多可以变成一个符号 比如说你去了大英博物馆 去罗夫公 去这个大都会 这种国际性的大馆 包括去莫斯科的这个 阿米特斯 你都可以一眼认出来 尽管你不认识 这个哪个是埃及的 哪个是这个 是伊朗的 印度的 可能不是很 比较含糊 但是你一定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中国青铜器 为什么 就是中国青铜器 具有高度的辨识性 这个辨识性在哪里边 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造型 你可以看到 只有中国青铜器 才有这种古怪的造型 即就是刚才我说的青铜盘 这种最简单性的器 它也与它 其他文明的都不同 况且我们还有什么孤 有诀 有甲 有这样子的青铜器 这个在其他文明 为什么不会有 而且为什么只有中国会有 就是可以说 这是种种古怪的造型 为什么会如此 而且为什么会持续 两千多年在中国 变成了那个王宫贵族里边 最重要的陪葬品 或者是说他们的陈设品 这一点 过去的思考并不是很多 还有 为什么中国青铜器会有这样的文士 有这样的龙文 寿面文 蛇文 甚至什么奇异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文士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其他的民族里边的青铜器 其他文明的青铜器 不会有这样的文士 他们会有他们的神话 有神各种各样希腊 各种各样神 地方的神 甚至这个 伊特努利 有自己的北欧 有他自己的 为什么是如此 而中国会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同的造型 有不同的文士 即就是有彩绘文士 我们的七七的文士 彩绘文士 也跟他们不一样 也跟他们的绘画文士不一样 有这样子造型和这样的文士 还有第三点 就是成就了这种造型和文士的工艺 完全不同 外国的青铜器 如果是容器的话 以断大为主 断大是薄薄的铜皮 然后把它卷起来 然后毛起来 焊起来 这是他们的做法 那中国青铜器为什么全部都铸造 外国青铜器也铸造 比如说那些小的神像 那护身符 那些大型的装饰 用施辣饭来铸造 而为什么中国偏偏都是用这种 泥饭快饭把它铸造 就是工艺上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类型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先从一个 整个人类文明这种格局上来考虑 那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就是中华文明 或者是什么是其他的文明 那在中华文明 这个这个一个版图底下 我们可以再划分出 若干个类型来 但是这个类型 大多数没有约过边界 没有约过像三星堆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造型和那样的文史 那湖南青铜器基本上 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说 如果说用个词字叫华夏型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在这样子一个类型里边 我们现在能分出一些雅型 就是所谓的南方风格情况期 这个风格呢 也直线于在商代 到了西周变成什么样子的 我们目前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学术研究 那是慢慢的一个 那个接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边 对一些复杂现象 到底该怎么解释 这个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 或者说对新材料的认识的基础 不断的这个强化的结果 比如说那个南方风格 就是所谓他们认同的 那个混合型的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 把北方的给来 当然本源可能是来自于本方 但是是南方的创造 反倒是这种创造 被安养人所搬过去 或者是说南方的工匠 把这种文饰和装饰 带到了安养 再和安养本地的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到 可以看到 安养有很多 所谓的那个结合性的结合 就结合了南北两种风格的 这样的结合 所以那个 至于那个地方型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那个可以辨识出来 比较清楚的 那基本 那个基本 至于具体的您说的 这个人面方顶 和 那个 听一见器物是什么 我不能 至少现在还不能很清楚的 给出一个结论 那个 由那个 小徐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可能在 广刊里边很快会发出来 也只是 谈了迄今我们的一些 新鲜的认识 我们并不敢说 这是一定是本地做的 或者是 是外来做的 就是关于 那个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关于 人面向 要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以后 也许 我们会给出一个 略为 清楚的说法 那个 还有一件 比较重要的器物 在收藏在 弗利尔艺术博物馆 我在那工作的时候呢 我做过研究 也写过杂记 就是现在没空整理出来 那很快 那个也许明年 我会有较多的时间 我把它整理出来 这也是一件 人面的盒 这个人面盒呢 跟这个 我们的人面方顶 有向 意趣同工之处 所以 从这一点出发 也许可以倾向 人面方顶 可能是一个 南方作风 做作的产品 那这个 牵扯到 那个明文问题 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 南方风格 青冬器里边 没有见到明文 所以 不铸造明文 或者说 不是字 或者是说 不使用 这个中原的字 等等 这都是可以 推测和想象的 但是 这个大胆的 假设里边 还需要 小心的求证 所以 路还很长 那 湖南青冬器呢 那个内涵 还非常丰富 要慢慢的 去进行发掘 我就是 这是我的意见 感谢苏老师的回答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这样一个 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讲座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苏老师 今天一上午的 一个精彩的 讲座和分享 也希望 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呢 我们能够有机会 邀请苏老师 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和我们的观众 进行一个 面对面的交流 那在讲座的最后呢 同样是 非常遗憾 由于这个平台的限制 所以就请允许我 代表我们今天 到课的所有的听众 代表湖南省博物馆 再一次感谢苏老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的讲座 就到此结束了 也感谢大家 大家保重 我们有期 好的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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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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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